有请主持人心悦 在法国卢浮宫 摆放着一尊钻壁女神维纳斯的雕像 有人曾经质疑说 这么美的女神没有胳膊 看着多不完美啊 于是就试图将残之复原 但是无论多么高水平的艺术家 最后依然无法做出完美的修复 其实女神的钻壁 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美 留给世人无限的狭想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完美 倒不见得是一种缺憾 今天我们的两位主角 他们也有着各自的不完美 也曾因此被人嘲笑 被人歧视 但是他们却没有因为自己的不完美而落寞 反而却把别人眼中的缺点 变成了自己的一种美 夸张的表情 执着的眼神 魔性的无字 他就是爆红网络的拉丁小胖 举手投毒间 魔性十足 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的表情包 这个可爱的小胖子 登附了上百万网友 邓超 沈腾 玛丽 众多明星大腕也被他的物资所倾倒 拉丁小胖 河雄飞 让你笑得停不下来 红透大家南北的拉丁小胖 我不知道今天会带给我们什么新的惊喜 一举成名之后 小胖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我今天才知道要来的这位主角 是之前在视频上火得一塌糊涂的那位跳拉丁的小朋友 我实在是太迫不及待了 我要立刻看看他充满着魔性的舞蹈 我把我的快乐带给所有的家庭 我是一个健康快乐的中国拉丁小胖 邀请本期主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河南人 对 你会说那个河南话吗 你能傻嘞 哈哈哈哈 有 你现在很红火 很红 对 你自己知道吗 就是 有一次房居 我就看见有一个叔叔叫过来 来 孩子孩子你过来 我说赶上 你过来呀 哎 孩子 这拉丁小胖是不是你 我说是 你可活了 你可表情可逗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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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